1919年7月 张文出生在四川省通江县洪口镇 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中 大九岁那名 父亲因患严及失明 全家人便没有了生活来源 张文也只好去本村一户地主家 当了小用人 赚钱补贴家用 1933年2月 洪四军来到川北 创建以通江南江八中为中心的 川散革命根据地 14岁年7月 张文就拉着二哥 瞒着母亲和大哥参加了红军 兄妹俩一起被分配到军队的备抚场工作 1934年到1936年 25000里的长征路上就有张文弱小的身影 不过他也因为长征行军 饥寒交迫患上了肺病 且在行军途中 他所在的小队遇到过一股国民党散兵 张文背着几十斤的铁筒冲出包围圈 最后才发现铁筒被打穿了五个窟窿 因此救了张文这名 1936年2月 表现出色的张文光荣不大 同年5月30日 红四军在雅臂江畔召开运动会 张文上台领唱了两首歌 给当时的红四军政治部主任 红学智留下了深刻印象 红四军军长和参谋上的妻子 安排两人见面 两人一见钟情 在6月1日晚上举办了婚礼 1955年和1988年 红学智两次被授予上轴军线 2006年11月20日 病逝在北京 张文也跟着丈夫历经多次战争 于1988年荣获二级红星功薰农与张文 他一生勤俭持家 共生育了八个孩子 长子红虎还担任过席令省长 今年张文已是100岁高龄 唯愿他身体健康每天开戏 革命烈士江姐被杀害前 曾将自己唯一儿子彭云托付给表弟 希望他以后能报销祖国 长大后的彭云成绩优异 被公派着美国留学 然而伺候的他却再未回国 而是在美国当中深教授 当媒体问及此时 他的回答惹人争议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 回复彭云即可观看